明明最想摆脱变性人称号 为何刘亦菲却公然在镜头前承认是男生 这一切还要从大嘴宋祖德的爆料说起 2005年刘亦菲凭借神雕侠侣中的小龙女 和天龙八部里的赵灵儿火遍大江南北 没曾想人红是非多 大嘴宋祖德未蹭热度在采访中公然宣称刘亦菲是男孩 并信誓旦旦表明去询问了刘亦菲的亲生父亲确认属实 现在之所以变成女孩是因为她的母亲将她视为摇钱树 刘亦菲本来就是个男孩子 后来她妈妈为了把她培养成一个摇钱树 一时激起千层浪 眼见宋祖德说的言之早早不少网友都选择相信 尝到博眼球的甜头后宋祖德再次发力 在采访中列举刘亦菲绝对是男孩的例子 首先便是出演金粉世家世化浓妆 掩盖男性的相貌特征 结果她化得很浓的妆 为什么 因为她刚刚做完那个变性手术 她还有很多男性特征 她必须化浓妆才能掩盖她的男性特征 然后还表明刘亦菲之所以不敢穿短裙 是因为腿毛太多 为什么不敢穿短裙呢 因为她的腿上有很多腿毛 因为她压根就是个男孩子 更为关键的是 宋祖德透露她之所以了解的一清二楚 是因为她朋友的朋友就在刘亦菲变性的医院工作 起初刘亦菲本不打算理会这些无稽之谈 但相信的网友越来越多 甚至多家媒体都将此作为薄热度的血头 无奈之下尚且年幼的刘亦菲 只好登上今日说法为自己澄清 我觉得虽然我们是娱乐圈的艺人 但是就并不代表真的可以 就是没有限度的 没有任何根据的去诽谤 或者说去诋毁一个艺人 我觉得这样子对于我们来讲很不容易平 事实上刘亦菲自从年幼出道 所遭受的流言蜚语并没有停歇 外人还总以为她一路走来顺风顺水 实际上都是刘亦菲努力的后果 不然她怎会被开油都不敢发声声讨 2005年17岁的刘亦菲正在拍摄《神雕侠侣》 按照剧情她扮演的小龙女打败金法文王后 需要被丐帮众人抛起来庆祝 谁料不安分的群演竟伸出贤猪手 碍于正在拍摄刘亦菲只能忍下屈辱 见到母亲后才敢放声大哭 刘亦菲得知此事后怒不可遏找到导演张继忠要说法 但因为当天群演实在太多 哪怕张继忠是导演也无力排查只能不了了之 好在刘亦菲凭借自身硬实力在鱼圈站稳脚跟 过往的不美好也终会烟消云散 张杰这辈子最屈辱的经历 绝对是被喊卖的法师华晨宇打败 你我觉得很可笑 2018年张杰作为踢馆歌手 受邀参加天籁之战 在所有观众看来无论是唱歌还是国民度 张杰都高出竞争对手华晨宇一大节 更何况她当天所选的歌曲是世界名曲星星 由她改编后难度更大完全不输原唱 没曾想如此精品佳作 尽一票之差输给华晨宇的喊卖歌曲 一人领酒醉 节目播出后 华晨宇粉丝将自家歌歌唱功吹上天 与此同时还不忘贬低张杰实力差 甚至送给她一堆奇怪的热搜 诸如张杰哭了张杰小号等等 可华晨宇的唱功真有粉丝吹得神乎其神吗 她的原唱歌曲还全程没有一次歌词 演唱起来像极作法现场 改编陈奕迅的浮夸不仅被劈跑掉 演唱时的癫狂状态也让人极其无法理解 对此不少网友落评陈奕迅可以是原唱也可以是原谤 并且纵观华晨宇的出道历程一直饱受质疑 当年她对于毛不一的贬低 至今都是许多网友心中的一难评 就连李旦都曾大胆开卖 抨击华晨宇毫无代表作 就是这个华晨宇老师这么多年有一首像毛不一这么好听的歌吗 反观张杰出道多年始终坚持一步一个脚印 无论是小学生神曲逆战 还是恋爱必唱的《这就是爱》都是耳熟能详的作品 而她在《我是歌手舞台》一曲自己 让无数乐坛前后被起立鼓掌 最高音质达到恐怖的85B 说句华语乐坛最强男高音都不为过 而张杰的实力也被国家队看中 2022年她受邀为北京冬奥会现场歌曲《雪龙莹》 沉稳大气的歌声搭配磅礴热血的旋律 一开口就让人感受到泱泱大国风范 作为国家队的歌手 张杰远不止这一首跟正苗红的歌曲 他准备半年之余的《少年中国说》 唱出当代少年奋发图强的精神风格 如今张杰早已成为实力派的代表 想必华诚宇在修炼十年都赶不上他如今的成就 周深九年前在奈英身上受的恶气 央视狠狠替他出了 对不起周深 我喜欢李维 2023年当奈英还在靠反场参加综艺博眼球时 周深却带着高音狂炸舞台霸气回归 并且今年周深连续收到四家卫视春晚邀约 可谓赶场参加春晚第一人 但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周深竟然做出一个震惊乐坛的举动 当时某卫视春晚要求周深演唱四大名著主题曲 谁料他一人分饰三角切换字如 看这架势哪还需要师徒四人 周深一人就能把西京取回来 然而别看周深如今获得央视认证顶流之声 多年前他可被内因狠狠伤害 2014年他克服心理压力参加中国好声音 初登台时一首欢颜震惊四座 面对导师们的哄强 奈英立即保证将周深调教成男性的奇遇 也正因此周深选择加入他的队伍 谁料就在小组赛时 周深却败给名不见经传的李维 也正是这次淘汰让内因的社交网站惨遭沦陷 不过此时的他绝对想不到 两年后周深凭借一首大鱼直接掀翻乐坛 国家级的南高音歌唱家时一节 对周深的嗓音做出极高的评价 刚刚的演唱我坐在下面我是欣赏 完全挑不出任何的瑕疵 而且中间转换的时候是转换得非常非常平稳 像巧克力一般丝般柔顺的这种感觉的 但周深的逆袭远不止于此 在我们的歌舞台上 周深和李克勤组成的勤深深组合 一路披荆斩棘战胜耐英肖战组合成功夺冠 或许此时的内因 才终于后悔当年淘汰周深的决定